電競椅除了坐得舒服 最過癮的地方 只要你打機打得累 拉拉手柄的話 椅背可以隨時交車或者交環 睡在這裡面一面都沒有問題 今次介紹的就是 Corsair T1 Race 電競椅子 整個砌椅子的過程大約用了20分鐘 我用了20倍快播 嘗試在1分鐘之內 就表演整個砌椅過程 其實你看到它的螺絲位都挺貼心的 螺絲已經傷在螺絲帽 又不是散裝的 會減少螺絲不見的機會 整個砌椅子的過程都不算很難 用一般辦公室椅子差不多 最難就是安裝椅背的過程 椅背上面的螺絲帽 其實是隱藏在椅背裡面的 雙螺絲的時候 你要大約猜一猜 對準螺絲帽 你才可以拎多一個螺絲進去 對位的過程中 你就會花了不少時間在裡面 其實買一張椅子的時候 已經包了送貨和安裝 其實安裝的過程 不如可以交給熟手師傅 不用像我那樣砌到新碎新行 這張椅子所使用的防皮材質 除了舒適之外 最重要是沒有那股很難頂的臭膠味 一切圓坐上去都絕對沒有問題 張椅子都像有腰枕和頸枕 只要把掛帶綁在椅背後 就可以完成康裝 裝擦上都頗方便 張椅子所使用的輪子 好像滾足流冰鞋的輪子 比起一般辦公室椅更加耐用和順暢 除了椅子可以升高降低之外 打斜左的椅背 只要拉降都可以移回全圍 至於左右扶手方面 升高降低 以前以後 轉左轉右都沒有問題 活動性好像相當高 當然了 張電競椅 就算多舒服都好 都不會讓你立即變成武林高手 打機是贏是輸 最終都是要靠自己 阻振愁 又是 車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